花莲县国新幸福家园发展协会 连续第五年举办了端午关怀弱势的活动 21号的上午是结合了社会爱心人士 发放了白米、面条、沙拉油、酱油以及卫生纸 等食用物资给中低收入户以及弱势清寒的家庭 一共有55户的人家受惠 星期天一大早 花莲县国新幸福家园发展协会的志工们 就忙着分装整理 把一代代使用的民生物资准备好 要分送给社区中的弱势清寒家庭 理事长余慧君表示 这已经是协会第五年举办端午节前的关怀活动 希望可以结合各界爱心人士力量 让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今天非常感谢很多的爱心人士 建筑了55份的爱心物资 正在我身旁这位呢 就是明星多医中心的园长黄炳园园长 就是他结合了很多的爱心人士 一起来做爱心 虽然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爱心没有受疫情的影响 持续把爱传出去 我们花莲县幸福家园发展协会 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和家团圆平安 花莲县国心系福甲园发展协会 结合了明星托英中心园长黄炳园 前航力还有多位的善心人士 以及张秋勉女士 她捐赠的爱心物资 关怀中低收入户 还有弱势清寒家庭 总共有55户 每户发放白米 面条 沙拉油 酱油 及卫生纸等 协会理事长余慧君表示 虽然最近产业受到疫情影响 不过这一次捐赠爱心物资的人士 他们的爱心不受疫情影响 持续捐助 在端午节前 关心这些弱势家庭 真的令人感动 也希望可以发挥抛砖引遇效果 号召更多社团民众 一起来传递幸福与关怀 记得路以会 华人士报道